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画家自己无关 怎么 那件案子你一直放在心上吗 谢谢 希望没有给你增添额外的负担 你听说过黄浩初这个人吗 没错 就是他 他算是我艺术之路的启蒙者 我一直很敬重他 是 黄老师已经不在了 去年 伦斯特爆出调包拍品的丑闻 舆论直指是黄老师所为 媒体称 崔元就是伦斯特的老板 因调包案的追责问题 与黄老师发生争执 在争执行中 崔元用自己的领带勒死了黄老师 他算是 崔元用自己的领带勒死了黄老师 是没宣判 而且案件的真实情况 也与媒体的报道大相径庭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崔元并非恶意谋害黄老师 而是协助患有抑郁症的黄老师自杀 警方推测 黄老师本就因抑郁症而萌生了弃势的念头 崔元协助他自杀 刚好可以利用这一悲剧反制调包拍品带来的不利舆论 拯救伦斯特 我也不认可警方的结论 而且崔元本人也坚决不认罪 崔元被捕后 一直说自己与黄老师的被害毫无关系 对凶案一无所知 他想为自己做无罪辩论 因此前后换了好几个律师 导致庭审时间一再推迟 就在前天 法院做出决定 将于下周四开庭审理此案 不会再延期了 名义上是给崔元辩护 但实际上 是我想请你帮我一起 查清谋害黄老师的真凶 不 他在我这里 仍然是本案的嫌疑人之一 只不过 他对黄老师的死 表现出的伤心和内疚 实在不像是为了脱罪 而惺惺作胎 我怀疑本案 可能真的另有隐情 我不能坐视不理 抱歉 我知道是在难为你 案件的内情 我也是刚刚得知 否则 不会在案发之后 这么久才想起了调查 本案 如果由陆家的律师出面 只会给媒体的炒作加料 对调查真相非常不利 所以 关注 就按你说的办 你愿意尝试 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自然不会要求你 必须做到什么 辛苦你了 到底 还是给你添麻烦了 外人总觉得 合影集团势力庞大 合影的继承人无所不能 其实正相反 我的身份 让我比平常人多了许多不得已 与无可奈何 我身边 能说上真心话的朋友 寥寥无几 是啊 还有你 幸好有你 但我奇怪 陆景和说 有陆家的律师出面会有麻烦 你可以尝试接下这个案子 黄浩初被害案 也是未定事件部中的案件之一 它的编号是N2X1036 优先级不是很高 属于精神异常案件 是的 黄浩初因舆论压力 患上了抑郁症 经过治疗后 虽然不能说痊愈 但也不该再有自杀形象 可警方认定崔元氏协助黄浩初自杀 这其中应该另有隐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这只是依据之一 法医的检查报告里有更详实的证据 此外警方在黄浩初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情话物 也证明黄浩初想过自杀 我认为了解决定崔元氏协助黄浩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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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他患病后 崔元就给他找了一个专业护工 陪着他聊天解闷 黄浩初有拍卖行合伙人的身份 无论是他还是崔元 都不能承认调包了拍品 否则给伦斯特造成的损失 都是不可承受的 但黄浩初那时候已经被媒体盯上了 一个人被前夫所指 总比两人都万劫不复要好一些 休假 去临省旅游了 法医推断 黄浩初被害是在去年11月12日的18点到24点之间 而黄浩初被发现身亡 是在10月13日的清晨7点左右 来送生鲜的快递员长期给黄家派见 知道黄浩初有抑郁症 他发现家里没人 黄浩初的电话也打不通 出于警惕就报警了 袁婷是在得到警方的通知后 提前返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想问陆锦和是不是调查组成员 为什么会猜测陆锦和的身份 就因为他是何印的执行总裁 感谢观看 刚才我还担心 你有事太单纯容易吃亏 现在看来是不必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呀 那件事想好了吗 是否加入N2X 很好 我没有看错人 X03A已经送去核印制药化验了 过段时间就能拿到详细的报告 在此之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 我可以给你N2X的内部资料查阅权限 找个时间 我带你去基地 录入身份识别信息 我可以给你 不是 人口失踪案 主要是由我整理筛选 编号都是三位数 和精神异常有关的案件 都有另一个成员整理筛选 他用的编号是四位数 你呀 脑子里头是些天真的想法 当然可以想 而且 我其实很喜欢你这个想法 我们律师每天努力的方向 就是有朝一日让自己失业 这样的话 他也说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之后 上次如果没有你帮忙 我恐怕要在这地方 待上很长时间了 说起来 这里条件也不算太差 很干净 就是床硬了点 那可不行 我就算要捐 也不能把钱用在这儿啊 万一大家听说 这里住宿条件好 为了来试一试 都跑去做坏事可怎么办 我可不能给警察叔叔 和律师姐姐添麻烦呢 卢总 真没想到您会答应绑我 这位就是上次为您辩护的律师吧 我还没答应你 我只是想知道 究竟是谁害了黄老师 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我和我的律师调查出 作案的人就是你 那我的律师是不会为你辩护的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承认 吊包拍品是我做的 但老黄真的不是我害死的呀 吊包拍品是你做的 是我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在媒体曝光前 老黄对此一无所知 我就知道 黄老师不会做这头事 他知道 我都告诉他了 他原本是想牺牲自己 替我顶罪来着 我没同意 陆总 该我认的罪名我不推脱 但不是我做的事 我绝对不会认 尤其是老黄的命案 我要是认了 这个案子的真相 就真的要石沉大海了呀 我已经对不起老黄了 我不能让他自不明末 我是去找老黄商量公关对策的 我是去找老黄商量公关对策的 当时 当时伦斯特的处境 想必你们有所了解 媒体和我们的竞争对手 一口要定调包拍品的人是老黄 他们知道 伦斯特能做大 全靠老黄的鉴定技术 毕竟 毕竟拍品质量才是拍卖行的立身之本 而我虽然是伦斯特的老板 但却是个只管经营的商人 真夸我动不到伦斯特的根本 我想出眠谈成调包拍品的真相 给老黄证明 但我们当时的舆论环境很糟糕 所以要和老黄商量操作的细节 晚上八点左右 我本来想约老黄一起吃饭 但他得了抑郁症之后 不太出门 就约在了饭后 老黄 我看你今天气色还可以啊 就那样吧 你要喝酒吗 袁婷临走的时候 准备了一瓶狼母酒 你要喝酒自己开 袁婷还挺细心的 对了 他是今天刚开始休假的吧 是去哪儿玩了 我没问 他天天守着我都没有休息的时候 难道能休假 我还问东文西做什么 找人烦 是的 我是提前一天 就是十一号和老黄约了要见面的 袁婷那时候还没走 当然是知道的 袁婷那瓶酒 是特意给你准备的 还是黄老师也喝酒 我和老黄都会喝一点 怎么 陆总觉得有蹊跷 没 随口一问而已 正常来说 谭正事是不会准备酒的 我和老黄是大学同学 搭档了三十年 私下的场合见面 就算是谭工事也比较随意 而且老黄在得病后 也习惯偶尔喝点酒 放松放松 可惜那天晚上我和老黄吵了起来 那瓶老母酒也没顾上喝 虽然媒体对老黄死因的报道都是编的 但他们有一点说得对 我确实和老黄吵起来了 媒体曝光调包拍品的时候 不管他们认为是老黄干的 还是我干的 为了伦斯特的声誉 我们都是不能认的 所以一开始 我还想着买新闻稿强行洗白 但我早就和你说过 强压舆论的手段不能用 调包拍品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我们没有辩解的余地 反倒会被人抓住更多的把柄 从三月份到现在 八个月了 这件事没完没了地发酵 我们的秋季拍卖会都办不成了 都是我的错 我当初就该听你的 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对媒体实话实说了 明天我就联系媒体 开新闻发布会 坦白一切 调包拍品本来就是我做的 我认 至于伦斯特的未来 老黄 就都交给你了 不行 你不能这么做 你现在想坦白 从看已经晚了 媒体和大壮不会给你机会的 他们只会认为 你是伦斯特抛出来的替罪羊 你以为 事到如今 在我们的竞争对手的煽动下 那些看客还会在意真相 他们只想要伦斯特倒下 永远爬不起来 黄老师是明白人啊 在当时的情况下 如果你出面自首 媒体只会炒作调包案是你和黄老师联手干的 根本不可能为黄老师证明 老黄也是这么想的 要我说 既然媒体已经认定这件事是我做的 那就一撮到底好了 新闻发布会照常准备 我会对外公布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干的 我会 引咎辞职 再也不从事谷玩鉴定 和拍卖的相关工作 我干了大半辈子了 也该歇歇了 不行 我不同意 老黄 你这一辈子行事光明磊落 我不能让你为了我晚节不保 崔元 是有轻重缓急 我的名声能比伦斯特更重要 这是我们俩一辈子的心血呀 老黄 我知道你最近情绪不对 我不和你争 但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作践自己 调包拍品的事是我做的不地道 但我从来没后悔过 我自己造的孽 我自己还 你别伤感着赌枪眼 我当时以为 老黄是因为抑郁症才特别悲观的 就不停劝他 劝着劝着 我火气上来了 就和老黄吵了起来 领带就是在那时候解下来的 随手扔在了沙发上 我就是担心他出事 才给他请了护工 知道 这正是我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老黄的抑郁症没有那么严重 看过医生之后也有好转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他还和我说他想开了 之前弄来的毒药也让园婷 就是他的护工找地方给扔了 既然都扔了 那药怎么还会出现在老黄的抽屉里呢 要说这事 警察怀疑我已不是没道理 我是老黄最好的朋友了 黄老师也算是门生故旧变天下了 其他人 就没有和黄老师走得近的 亲近的当然有 但这不是和我比吗 我和老黄合作了三十年 就连我做下调包拍品的事 他都没怪我 我的两个孩子都是艺术生 考大学的时候 老黄没少话经历辅导 那都是当自己亲生孩子看的 真说是想自杀找人帮忙 他也只能找我了 原庭是我从专业家政公司找来的 脾气好 做事仔细 和老黄处得是不错 可协助自杀犯法是要坐牢的 他是专门陪护抑郁症患者的 不会不知道 就算老黄求他 他也不敢呢 再说了 老黄是个善良的人 他真想死 也不会拖累别人 所以我根本不相信 老黄是找人帮自己自杀的 从没听说过老黄与人结仇 那些被你调包了拍品的人呢 他们会不会听信了媒体的报道 恨上黄老师 那些被我调包拍品的爆发户 并不是拍媒会的常客 他们虽然有损失 但比起各自的身家 都是九牛一谋 为了这点钱兴凶害人 太不值了吧 等等 有一家人有问题 就是去年一月 在自家别墅举火自焚的张卓 张卓是本市的一个富商 做工业零件加工的 合印资本入股过他的工厂 前年的时候 张卓染上了毒瘾 欠了一大笔钱 倾家荡产也还不上 他怕债主逼债牵连佳人 就带着家人一起把房子点了 他妻子和他一起当场身亡 唯一的儿子严重烧伤 现在还在疗养院里 我调报拍屏的事 就是因为张卓 才被竞争对手抓到了把柄 曝光给媒体 张卓自杀前 曾想把从伦斯特拍的古画 卖给我们对家 因为他急着出手 要价低 对家不放心就做了鉴定 不然凭着老黄的鉴定证书 伦斯特卖出去的话 还没有被发现有假的 老黄后来知道了张卓的事 心里不舒服 还暗中给了疗养院不少钱 让他们好好照顾张卓的儿子 但张卓家 除了那个没有行动能力的儿子 就再没其他人了 而且张卓的死 归根究底是他自己烂赌成性 这不能怪我或者老黄吧 不是 伦斯特的生意很好 我不差那点钱 我就是看不上那群 拍走艺术品的爆发户 一群爆发户而已 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艺术 凭着手里有几个钱 从真正的收藏家手中横刀夺爱 让艺术品沦为炫富的道具 这种事情随着近年来经济形势大好 有钱人越来越多而不断上演 你是忍不了对吧 崔月 就是陆总说的这样 那些真正的藏家拍下的东西 我从没染制过 陆总 给您的拍片可都是真片 你想做手脚 也要能骗得过我才行 或者说 我该谢谢你 承蒙崔老板看得起 没把我和爆发户化为遗类 不敢不敢 陆总 您是真行家 我匿名成立了一个艺术基金 用来资助经济困难的艺术生 老黄也是知道了这个基金 才一直默默背负无名 没有出来澄清 说到底 一切的根源都是我调包拍皮的事 现在想想 我就为了那么一点文人的清告 毁了伦斯特 还可能害死了老黄 我图个什么呀 我真是混账 崔元 你知道我是怎么对艺术产生兴趣的吗 那年 我只有五岁 父亲和哥哥带我去伦斯特 参加一场拍卖会 那一场名画云集 可最吸引我的 却是一幅明不见经传的风景油画 飞蛾的雪山下 是一片火红的枫叶林 挤着出来觅食的飞鸟 躲藏在其中 若隐若现 枫叶从树上飘落 透过画面 我似乎能听到林间空灵的风声 那时候黄老师不知道我是谁 看到我对着画发呆 特意过来 为我讲解了画家和作品的背景 他说 无论名气大小 任何人 用心展现的美 都是艺术 无论年龄大小 或是贫富贵贱 任何人 都有权利 去享受艺术之美 是我太狭隘了 我对不起老黄 对不起我们的心血 如果我能从这里出去 我就算砸锅卖铁 也会赔偿赢品买家的损失 我会重建伦斯特 就算再难 为了老黄 我也要重建伦斯特 陆总 没想到又在警局见到你了 之前的事多谢你了 前段时间啊 我们队里一个刑警 因公牺牲了 他的孩子得了重病 治疗需要不少钱 要不是陆总的捐助 孩子的病 现在还拖着呢 颜队客气了 我捐款的时候 也不知道那孩子的父亲是警察 他还没有继续 我们这样的心事 不是休息 我们这样做 现在我们最后的事情 他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我们在洗脚 我们在洗脚 你们欣费 我们在洗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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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夸我一句就这么难吗 黄浩出的案子拖了这么久 留下的线索不多了 案发的房子 是黄浩出的私宅 我带你们过去看看 多谢言对了 我和她自己去就好了 有重要的发现在通知警方 也行 地址和开门密码安全利用 她当晚没在黄浩出家中 既没有作案嫌疑 也不是证人 警方没有控制她的人身自由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帮你联络 从一上车你都没说话 在想什么呢 我猜我们想的是同一件事 不如一起说出来 原庭有嫌疑 我就是我们想的一样吧 我是胡乱猜的 但你肯定是有理有据 推断出来的吧 不如你教教我 曾经很软啊 我猜你 伤识 疯狂 我心就在这种问题 这个东西 在这种问题 就知道 一种问题 你不想提醒 我关闭 在这种问题 我只有一种问题 问你 你不知 我 你不知 我也是因此开始怀疑袁婷的 而且崔元提到的情话物 更可以 袁婷负责照顾黄老师的饮食起居 她如果想把毒药放回抽屉里 是轻而易举的 但她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也想不到 她会是伦斯特调包拍品的受害者吗 算了 我们在这空墙也没用 颜队不是去帮忙联系袁婷了吗 等见面 仔细问问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还真是她 真是得来全部费工夫 哎 等一下你配合我 我们不要暴露身份 嗯 你好 你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吗 嗯 请问G7号怎么走啊 G7 你们要去G7 对啊 G7是要拍卖吧 我今天是和我女朋友来看房子的 G7 G7离这里不远 但那是个出过凶案的房子 你们还是不要买了吧 啊 我们也知道出过凶案 要不怎么会在司法拍卖榜上看到呢 价格还那么便宜 哎 可谁让我穷呢 我准岳父说了 没有别墅就不让我和他结婚 我也是没办法啊 他走的确实挺安详的 啊 我 我原来是那家的护工 哎哟 那可巧了 能麻烦你带我们过去看看吗 顺便跟我们聊聊那记凶案 行吧 我正好也要去那里 一起走吧 多谢了 多谢了 小哥怎么称呼啊 我叫袁婷 我去找物业要密码 你们等我一下 还是这个密码呀 请进吧 多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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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个说话鉴定专家 他公职的拍卖行卖假话 被人发现了 他的老板让他向公众坦白承担责任 他不愿意 他们俩人吵了一架 他的老板切记之下 就把他给 累死了 这么点事 你们是不知道他们拍卖行卖了多少艳品 坑害了多少人 抱歉 我们不是想听骗子说话 我听你这口气 你和原故主关系不太好啊 那倒也没有 我负责照顾黄先生 自然尽心尽力 他对我不错 还叫我画油画 但他做的事 我心里实在看不上 他 他 他有抑郁症 一直都有自杀倾向 虽然他老板是和他吵起来才动手的 但他可能 刚好就不想活了吧 我后来听警察说 这案子算是协助自杀 不是故意行凶 我后来听警察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诶 对了 你雇主和他老板吵架 你就没进去劝劝 闹到了要行凶的份上 动静应该不小吧 出事那天我没在 不然肯定会去劝的 黄先生死在书房 你们真要买这个房子 可要把书房好好翻新装修一下 去去晦气 他去年四月确诊抑郁症之后 他老板就帮他雇了我 接下来的半年 我一天都没休息 到十一月的时候 黄先生觉得自己好多了 就连着周末放了我几天假 我一直想去林省看菊花 就趁这个机会去了 谁知我上午刚走 晚上他就出事了 转天清早 我接到警察的电话 匆忙赶回来 就看到他 没有 抑郁症和感冒发烧一样 都是正常的疾病 不该对患者抱有偏见 他们需要陪伴 需要亲友的关怀 就像我们感冒要吃药一样品尝 所以才更要多留心他的起居 避免悲剧 那你雇主原来打算怎么自杀呀 你都是怎么防着的 你别见怪 我们就是好奇 你说现代社会压力那么大 保不准我们哪天也抑郁了 这不想借机会和你学点知识吗 黄先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情话屋 那是种剧毒 一直收在他书房的抽屉里 他有毒药 但不代表会用 我盯紧点就是了 如果直接把药扔了 他反而会不安 万一再想点别的自杀方法 那更是防不胜防 你们要在这里逛过吗 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 不麻烦了 我们自己看看就行 哦 忘了问了 你今天过来也是想买这房子吗 那我们算是竞争对手了 啊 你说笑了 我怎么买得起别墅呀 要是有这个钱 我今天来就是想和黄先生告个别 我马上就要回老家去了 在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 还是回乡下更舒服 那我上二楼书房一趟 祭拜完就走了 方便的话 我们也一起去吧 以后没准就要住在这里了 可不是要和前主人搞好关系吗 这死过人的宅子还真是阴森森的啊 趁着你在这儿 我带我女朋友一起上去看看 要是你走了 都没个给我们壮胆的人 万一我在我女朋友面前出丑 这婚事可就要泡汤了啊 那好吧 你们一起上来吧 那我等会就会见您给我上来了 如果您在这儿 我就会带你这儿 我心里来了 这儿是我在这里 我 smile你不觉得坐下来 我心里带你这样一毛 我心里entlich觉得你了吧 我心里带你 黄先生的书籍资料很多 平时不让我收拾 怕我给他整理了之后 他反而找不到了 如果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忙你的 今天多谢你了 这间房子什么时候拍卖呀 相关的案子 下周四会开庭审理 等宣判了就该卖了 房子的主人 也没个遗产继承人 听说卖房子的钱呢 一部分要捐给艺术基金 还有一部分 要捐给市郊的疗养院 我头一次遇见 祭拜故人不去墓园 而是跑来凶案现场的 而且他没带祭品 连数花都没准备 也太敷衍了吧 这个可能性很大 可他今天来这里的真实目的 会是什么呢 我真是不尽的 我也不尽的 我真是不尽的 这边也能不尽的 卖房子的 那么快 不尽的 还在给你 还在这边 你为什么要 我的那边 那么快 我 黄老师的电脑可真是个宝贝啊 这里面的很多专业资料 在卫明大学的图书馆都不见得能查的 这个案子是发生在三十年前的 黄老师无儿无女 难道他的孩子 是在这个案子中丢失的 这个文件夹加密了 不是 有密码提示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 这是范高写给他弟弟提奥的信 是 是 是 不是名人也有好处 你看 张卓一家除了张卓本人 他妻子和儿子都没有照片 他妻子和儿子都没有照片 不是名人也有好处 看她的太大了 你要是去网上搜我家 连我爷爷奶奶的照片都能找到 那还不至于 张卓虽然是个不懂艺术的人 但张浩是艺术杂志社的编辑 也许是张卓发家之后条件好了 刻意培养儿子 往艺术方面发展吧 他也算是真心喜爱艺术了 我干 ether一下 程恺 私人医生 不是 你看看卷宗吧 里面应该写了 黄老师主治医生的名字了吧 我看你这个表情 是不是在猜 左然是不是都告诉你了 妈 你是不是在想 墨逸他也是 保密意义是挺强的嘛 那好 我就听你的话 不告诉你了 我让助理去查一下 你是不是会变个臭 你是不是在寻思考 他就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在寻思思诪 在很多患有抑郁症的艺术家眼中 世界已经失去了色彩 它们四周的一切都是灰暗的 天空的蓝 草原的绿 花朵的绚蓝 都被孤独和寂寞笼罩 就像是废弃的照片底片 再也无法冲洗出多彩的影响 有人说它们是被遗弃的人 被永远关在了谬斯神殿的大门之外 可我却觉得 它们虽然身处炼狱 被恶魔环绕过 却从没舍弃过苗眸美好的心 它们只是换了一个角度 重新诠释着红尘人间 在肥冷脆的时候有一阵子很喜欢饭糕 就去了解了一下 你别担心 我是不会得抑郁症的 就算哪天真病了 第一件事也是多画几幅画留给亲朋好友 生之前无限呀 没写年份 不能确定 如果真正好 第一件事是不得了 我做的事是不得了 你不要问这事是不得了 二天 是不得了 你不要问我 是不得了 那一件事是不得了 不得了 我发生了 有心的事是不得了 不得了 我发生了 你不得了 我发生了 这么多事是不得了 一般只有外地人 才会用回老家的说法 他要离开卫明市是真的 但返乡的说辞 肯定是假的 原庭父母都已经因病过世了呀 他一月份的时候突然辞职 只是为了换个待遇更好的公司吗 算了 不猜了 我让助理去问问 真不好意思 那个和满家政 又是和印旗下的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老师家的院子是用矮棺木围起来的 成年男人想翻过棺木潜入院子 很容易 应该是工具房吧 应该是工具房吧 看你脸都白了 是担心我吗 你就没觉得 哪里不对劲吗 没错 而且你看工具房外侧是有能爬上屋顶的梯子的 想上房顶很容易 袁婷 崔元都没有我高 但他们也只需要再落一把椅子上来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杀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一般来说会采用痛苦小且过程短的方式 窒息 尤其是这种被人勒死 通常要耗费一分钟以上的时间 在求生本能的作用下 自杀者很可能会放弃 黄老师会因为拍品被调包 损害了拍卖行的声誉 就悔恨至此吗 更何况 那件事根本就不是他做下的 他也是那件事的受害者 已经闻不出香味了 先放桌上吧 等一下用大数据中心的百科网站 试图对比一下 原亭在十一月十二日那天 确实不在卫明市 他乘坐早上十点三十的高铁 从卫明市去了临省 十三点四十在临省宾馆办了入住 返回的时间是十一月十三日的上午九点二十 是改签的原定于十一月十五日的车票 应该是接到了警方通知 临时改变了行程 因为那家宾馆是 原亭的其他身份资料 与黄老师手里的这份档案是一致的 不过助理告诉我 原亭从河满辞职的理由很奇怪 说是中了彩票发了大财 要回家享福去 过富人的生活 也订阅您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的推测很可能是对的 陈凯诊所的客人大多是明星和富商 隐私性很好 他们诊所最赚钱的一项服务是亲子鉴定 张卓是他的客户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所以说张卓妻子当年生下的很可能是双胞胎 但张家一直都对外说 他家就一个独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黄老师的猜测应该和你一样 否则他不会特意关注这起案件 他没有结婚 又向来洁身自好 如果不是怀疑袁婷的身世 他怎么会和做亲子鉴定的医生有交集 看袁婷的表现 我猜张卓应该是拿到了亲子鉴定报告的 他们父子是见过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如果不是张卓拿到了鉴定报告 他是不会联络袁婷的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是某国王子 袁婷大概就是这个体验吧 但他没想到的是 等待他的不是富裕和幸福 而是绝望 药油 你是说烫伤药的药油 张浩严重烧伤住院 袁婷如果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肯定会去看望张浩 药油可能就是在张浩那里蹭到的 你观察得好细致啊 平时有没有也这么认真地看过呢 私家诊所应该是向黄老师透露了袁婷的身世 黄老师猜到袁婷是为复仇而来的 所以在袁婷动手的时候 一心赎罪的黄老师 没做任何反抗 大概是因为抑郁症 导致他的想法很悲观吧 我让助理想办法从诊所那里 弄到那份亲子监定报告 不然我们之前的推测都没有证据支持 在法庭上不具备说服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记得那瓶狼母酒吗 按照崔元和黄老师谈话的习惯 他们俩很可能会喝酒 而袁婷手里 有黄老师原来打算用来自杀的情话物 刚好可以投入酒中 袁婷没有想到 崔元并没有开酒 这给他的计划造成了影响 但却没有改变事情的结果 用崔元留下的领带谋害黄老师 一样可以一石二鸟 让崔元为调包案付出代价 天哪个人 应该是的 楼下的花园很容易翻进来 大晚上的屋外站个人 也很难被人注意 而且崔元离开后 园亭也很可能是从工具房顶 翻窗户进入书房的 所以 警方只查到了崔元一人的出入记录 那瓶有毒的朗木酒 应该也是在当晚被园亭处理掉了 你是说 袁婷用章号的身份证买了高铁票 在案发期间返回过卫民室 作案之后 他第二次利用章号的身份再去连手 直到警方通知他黄老师被害 才用自己的身份回到卫民室 我让人去查账号的乘车记录 还有 黄老师电脑里的那个加密文件夹里是什么 会不会与本案有关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 是指范高的话作吗 范高传世的向日葵画作中 有三幅 是十五朵向日葵 这一幅的真迹保存在英国 有机会带你去看看 怎么样 如果是在同一年的话 这幅画比我们之前看到的完成时间要晚 没关系 在这幅画的现场上 在这幅画里有充足的 不愿意 有机会带你去运载 不愿意 对 范高很喜欢田园风光 他的作品里 倾注了他对生命的热情 他对色彩有着独特的执着 如果你有机会 看到这幅画的真迹 就会对这一点 有更深的体会了 嗯 没有写年份 只能姑且这么猜测 嗯 嗯 这幅画不是黄老师画的 或者说 不全是黄老师画的 可是我们慶 happy 这幅画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韵笔方式 其中一种明显熟练度不足 相比其他类型的画作 油画的笔触更容易辨认 这幅画的底稿应该是黄老师起的 但部分上色的工作是其他人完成的 这个人似乎接触油画时间不长 下笔的时候很犹豫 可能是林博大师的作品让他有压力 也可能是 没什么 反正这幅画不是黄老师画的就对了 可惜这幅画的真迹毁于战火了 没机会带你去一睹真迹的风采 可能是因为没完成吧 这蒂尔 蒂尔应该是这文森特范高的弟弟 提奥范高 他是范高一生中最亲密的人 也是他最忠实的支持者 这幅画的这幅画是保护的 就是这幅画的 是这幅画的 这幅画的画面是需要的 这幅画的画面是不错的 那幅画的真正的 这幅画画的真正是 幅画的真正的 那么多幅画的真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湖泛舟图 这幅画的真迹 原来是流向黑市了 是有名 但也没有到全民皆知的程度 前两年 有个放高利贷的老板 很喜欢这幅画 出了高价想买 那人在艺术品市场上 把这幅画的价格炒到很高 可就是没人出手 你确定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 原点 没错 因为那个放高利贷的老板 就是张卓的债主 我以为你评论 你是不是 我以为你评论 你也要不认识 我可以评论 你不认识 我不是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以为你评论 我以为你评论 为什么张卓一家是被逼债而死 原庭却格外怨恨造假的 伦斯特拍外行 他现在想得到这幅画的真迹 大概是想在离开魏明事前 化解心结吧 文件夹的密码是十位 屋里的其他画作 都与范糕没有关系了 难道密码藏在向日葵里 按日期排列的话 三十二十五 五朵向日葵没有完成 显然是最后画的 三一二一五五 只有六位 我的律师果然是最厉害的 也许可不免紧了 袁婷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应该已经放下心中的仇恨了吧 我知道你来到我身边 是想为你的父母和哥哥报仇 但你还年轻 不值得为仇恨赔上一生 黄老师将张卓买到的所有艳品 对应的珍品 全部收购了回来 珍品存放在港口区的仓库里 包括那幅 《东虎泛舟图》 黄老师希望袁婷能够放下仇恨 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 那些艺术品 可以让她活得很富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口地间 因为她就跳过在港口区的仇恨 到採断中领栽的夷子 手上下 学家也就贴送着 我可以在YouTube heb一个洗浏 不过在公社上面 这边有警告 袁婷 是你吗 你怎么知道呢 脚步声 我很熟悉你的脚步声 那么多个失眠的夜里 我都能听到这个声音 你会给我送来调了郎姆酒的牛奶 让我能够快点入睡 你不要自作多情 我当时没下手 只不过是因为毒药不好弄 我需要时间 是 是我自作多情了 但我希望 事情了结之后 你可以做回自己 我难道不想做回自己吗 不可能了 我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是你毁了我的家 毁了我的一切 我要你偿命天经地义 收起你那副仿佛慈悲的嘴脸 恶心 不 不过你说得对 这一切 是该了结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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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此外 酒店还查到了 袁婷借用医药箱的记录 她在十三日凌晨四点左右 借用过酒店的外伤喷雾 很可能是在行凶的过程中 被领带勒伤了手 毕竟想要勒死一个人 就算对方不挣扎 也不是容易的事 两份资料的指示原件 稍后我直接送到你律所 是袁婷与张卓及其妻子的亲子鉴定报告 袁婷与他们夫妇二人 DNA匹配度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确定是亲生的 报告的出具时间是前年的十二月十七号 与袁婷的离职时间吻合 说是私密性最好的私人诊所 结果还不是一切向前看 确实是这样 领带上没有留下指纹 和其他可提取的DNA 袁婷是家里的护工 就算在现场找到头发之类的东西 也不会引起怀疑 有什么东西 是只能出现在案发当晚 而且还是袁婷带来的呢 我对花卉品种研究不深 上大数据中心的百科网站 试图对比一下吧 合印集团和政府 每年投给大数据中心的资金 可是天文数字 自然 大数据中心的技术水平 也是全球顶尖的 一定能查到 确定是碧玉台吗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 暗发当晚 出现在沙发附近的人 只能是去过临省的园亭了 因为碧玉台是当地特有的品种 离了当地的土壤和山泉很难成活 整个卫明市上下 应该只有我爸闲来无事养了一盘 那盆花里的土和浇花的水 都是专门从林省运过来的 费钱又费力 快把这片花瓣收好 它可是改变本案结果的 最关键证据 什么味道 跟我来 这边走 别怕 从窗户上跳下来 我会接住你的 南培青 南培青 爆炸 mijn 小心窗户的滑道 不要崴到脚 火还没烧上来 不用慌张 咱们慢慢来 好了 没事了 你安全了 不用谢我 如果不是帮我查案子 你也不会遇到危险 肯定是袁婷 她一定是听到了 我们讨论案情 知道自己败露了 所以想杀人灭口 就算伤不到我 也能拖延我们的行动时间 我们现在就去港口区的仓库 通知盐队 去那里抓人 对啊 袁婷为什么 等到这个时候才放火 而不是在我们 怀疑到她身份的时候 就下手 我猜 她一定是想看 我们能不能在书房中 找到东湖泛舟图 现在她知道了 那幅画的下落 没理由不去取 我发现 我和你的鞋还真是有缘呢 走吧 我车上预备了一双 上次的案子之后 我不是一直说要答谢你吗 我没别的擅长呢 就给你 设计了一双鞋 让意大利的匠人手工制作的 今天刚送来 特意放在车上 是想等工作结束后送给你 当然 也怕你又穿着高跟鞋 工作不舒服 有个替换 没想到 最后居然是这样 派上用场的 这大概 也是你和我的缘分吧 黄老师留下的地址 是港口区的W901餐库 等一下我进去就好 你在车里等我 你进去了 盐队他们来了 谁给指路啊 你已经猜到了 我是N2X的成员对吧 我在调查组中的代号是King 是这个调查组的最高领导者 我的指令 不容违抗 原庭又是行凶 又是放火的 现在的情绪状态 一定很不稳定 我不能让你冒险 我怕林场出了变故 我保护不了你 不行 那间仓库里存放了大量的艺术品 都是真集 原庭很有可能再放一把火 将它们复制一举 我不能眼睁睁睁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毫无作为 好吧 我在手机上设置了你为紧急联系人 可以一键拨号 如果我遇到危险 我就拨你电话 你立刻打开消防装置 我会认真是 关键 我只拨用 我只拨用 他只拨用 我只拨用 你不拨用 你不拨用 它们可以点心 我只拨用 我只拨用 你不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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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吧 我知道你在里面 袁婷 哦不对 我该叫你张浩 对吧 你是怎么猜到我的身份的 你浑身上下都是破绽 还问我是怎么猜到的 我记得你是个编辑吧 专门做艺术类杂志的 上学的时候 是不是学过油画 黄老师教你 临摹泛高的画作 你的笔触犹犹豫豫 有一些 甚至比新手还生疏 这么伪装自己 累不累啊 你 不过呢 再累你也得受着 因为从职业学校 毕业的袁婷 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油画的 你好不容易才接近黄老师 怎么能在这种事上让他看出破绽呢 我说得对吗 哼 陆景和 不愧是肥冷脆美术学院的高材生 眼泪了得呀 你果然认出我了 你在刚一见到我和律师的时候 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黄老师的厌恶 但后来你一直在说自己与黄老师关系如何好 也太假了 哦 对了 你是不是不知道袁婷一直生活在本市啊 只不过是在郊区 回老家这样的借口 一下就能暴露出你不是袁婷 是不是袁婷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袁婷了 就在今天早上 我那个可怜的弟弟 在极大的痛苦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要不是随缘现在被关在警局 我一定会立刻冲过去要了他的命 别把自己说得这么情深义重 你还有你的父亲 真正在意过袁婷的死活吗 嗯 我一定会对他对他的记者 我一定会地想要过去哪个实位 优优独播剧场——全面 你怎么得不认真 你不认真心 我真的无认真心 我本身别的死人 你不认真心 你不认真心 有一場트를想或者我 那招一步 你不认真心 我不是认真心 你怎么学会 你不认真心 我这时候 还是有什么 那么不认真心 我看到你 这时候 我不是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在什么时候与真正的袁婷互换身份的呢 就是你父亲放火自杀的那天吧 你胡说什么 那天是你和袁婷的生日 我猜 他一定是借口 给你们一起过生日 把袁婷叫回去的吧 但那一天 你没在别墅里 对吧 我下班晚了 还没到 是还没到呢 还是收到了 你父亲的嘱咐 特意没去呢 否则 你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事后根本没见你出面啊 报道过案件的媒体和警方 到现在都以为 你们张家就你一个儿子 所以 这是你父亲 用全家人的命 设下的金蝉脱鞘之计对吧 他们一死 就没有债主会逼迫你了 你 你是怎么才到的 一个是自己三十年没见的儿子 一个是在身边养了三十年的儿子 要保全谁不是显而易见吗 这种取舍 在一般人家看来确实不可理 但放在利益冲突 错综复杂的豪门里 实在是家常便饭 虽然我家和谐有爱 但这种事情我见多了 从我知道张家只有一个活着的儿子开始 我就猜到真相 不过 我很希望我的律师不要猜到你的身份 这种肮脏的豪门戏马 他最后永远都不要知道 但他那么聪明 恐怕是瞒不住的 没错 你们猜的都对 我父亲是想让我顶着弟弟的身份 勾携偷生的 但谁能想到 我竟然成了黄浩初的护工 这难道不是老天给我的报仇机会吗 只有黄浩初和崔元死 我才能告慰我父母的在天之灵 才能弥补我弟弟的痛苦 我才能告慰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事 是皮外伤 缝两阵就好了 还好你消防装置开得及时 水雾影响视线 张浩捅了好几刀都没捅中 幸好是他 文若书生一个 要是做家政的袁婷 体能肯定比他好 我就没这么容易过关了 我一是怕他放火 二是怕他拿到化作逃走 再说了 我也是从小练过防身术的 要不是我这双手 太金贵怕受伤 我早就夺了他的刀了 那当然了 像我这种富家少爷 最容易成为绑架犯的目标了 当然要有自保能力啊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回去让家庭医生处理一下就好 你奔波大半天了 一定累了 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我让助理 送你回家 下周四有一整天的董事会要开 可烦死我了 好 我等你的消息 我的律师一定会有 我等你 要想跟他一切 你敢管他 啊 你不敢看他 我avoured 你敢想想 他敢看他 他敢看他 他不敢看他 你吗 他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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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走上歧途 老黄也不会 都怪我 调包拍品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 我也不打三清律师 无论原告提出什么条件 我都愿意接受 我也为自己做下的事赎罪 公诉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崔元 协助合伙人黄浩出自杀一案 正式开庭审理 首先 由公诉机关 陈述诉诉讼请求 我代表公诉机关 向崔元提起诉讼 去年11月12日晚八时许 嫌疑人崔元驱车来到被害人黄浩出家中 二人就伦斯特拍卖行面临的困难处境进行了协商 被害人执意牺牲自己保全公司 被害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所以请求崔元帮助自己自杀 其目的既是为了自己解脱 也是想以此博取舆论的同情 化解公司的经营危机 崔元同意了黄浩出的请求 用自己的领带 将黄浩出勒死在了书房的沙发上 本案证据确凿 依据相关法律 崔元因为协助自杀的行为 承担刑事责任 被告对公诉机关的陈述是否有意义 我当晚虽然去过老黄家 但他不是我杀的 而且老黄早就放弃自杀的念头了 反对 警方在黄浩出的抽屉中找到了情话物 足以证明黄浩出有自杀倾向 如果崔元不是凶手 那他的领带为什么会成为 谋害黄浩出的凶器 那么当晚还有谁出现在了黄浩出家中 元亭在12日上午10点30分 乘坐高铁前往林省 13日才返回 案发当日 他根本不在魏明市 MING PAO CANADAิN 袁婷和张浩并不是同一人 辩护律师的举证毫无说服力 他们两人姓氏都不一样 成长经历毫无交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二人的血缘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对 车站验票需要经过人脸识别 即便是双胞胎也不可能蒙混过关 合理请求 传唤袁婷出庭 我是在当天返回国卫民室 但皇后初不是我杀的 什么遇伤 我没受伤 我没受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个做家政服务的学什么艺术 哦 我想起来了 我当时不是手受伤 而是出去看菊花的时候碰上了膝盖 所以才借用喷雾 是看过 但零省出名的 也不只有句话 我应该睡觉了吗 我现在去看菊花的时候碰上了膝盖 我会理解 我会理解 我应该睡觉了吗 我会理解 我现在来说 我 可我为什么要杀黄浩初 我没理由啊 就算是这样 我并不是张卓养大的 刚刚相认他就死了 我对他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我为了他背上行凶的罪名 我值得吗 原庭 本庭认为有必要 对你的真实身份进行核实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因为他得了抑郁症 他早就想死了 不 我没做错 他和翠元都该死 全都该死 他和翠元都该死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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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通过法庭辩论 本庭认为公诉机关对崔元的指控证据不足 不能成立 本案出现新的重大嫌疑人 应交由刑侦部门重新调查 本庭宣判 崔元无罪释放 本案将在新一轮调查结束后 另行开庭审理 停审结束 必停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我其实一直知道黄浩初在骗我 他向我隐瞒了很多事情 比如袁婷 心理治疗是需要病人配合的 黄浩初每天都在粉饰太平 我就算知道他有问题 也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他在治疗末期 确实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但那只是脆弱的假象 就像是海滩上的沙屋 袁婷拿起领带套到他脖子上的动作 就像是海浪 将那个沙屋轻易摧毁 我会尽我所能帮助我的每一个病人 但 我们不是他们 永远无法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他们心中的痛苦与绝望 所以 我们实在不必将我们自以为实的幸福 强架到他们身上 有时候 放手让他们离开 也是一种救赎 X03A的检验结果出来了 里面确实含有违禁成分 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海奥森的总经理秦山得了癌症 紧急住院治疗了 如果再不抓紧调查 这条线索可能会彻底断掉 想好了 作然 N2X代号 天秤 这样比较方便 但不急 您可以慢慢想 周日在基地有个讨论会 到时候我接您一起去 最高领导 他告诉你的 作为一名律师 我认为你应该对这种显而易见的谎言 具有基本的辨别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违禁成分 这种违禁成分 一个处理不好 特派调查员 特派调查员 好吧 不管你是来调查谁的 何印 问心无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事 我在外面 长话短说 不要轻举妄动 你有新任务了 有新任务了